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森林居然来自中国朋克之乡河本 而且那个日本国诸事会社 就是元气森林自己去日本注册的一个公司 我 监制我自己 确是朋克 不得不服 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期视频和大家聊聊 假羊品牌的魔幻故事 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国产品牌 都喜欢假装自己是羊品牌 以及如何巧妙地给自己的品牌做移民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假羊品牌 如今一个品牌的国籍 就像宠物的血统一样 都是玄血 所谓纯血统 不过只是一种比较稳定且好看的混血态 而所谓的羊品牌或者国货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也很难定义国籍 比如奢侈品牌Bali诞生在瑞士 生产在东莞 如今被山东如意集团收购 但依旧由瑞士的管理团队进行运营 那么这个品牌是羊品牌 国产品牌 还是薛定谔的品牌 不好说 所以我们定义中的假羊品牌 应该是指产品的设计 制造 创始人和运营者 都是中国背景 但通过名字 logo 注册地 视觉风格和文案上的一些小花招 让人产生外国品牌的错觉 假羊品牌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在营销里讲故事 例如北欧设计 日本工艺 意大利血统 瑞士品质 把你忽悠瘸了 兴冲冲买回来一看 越南制造 那就尴尬了 走点 在这方面 民创优品应该是最入戏的 哪怕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它是民族品牌 中国骄傲 只有他自己死鸭子嘴硬地表示 自己是一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品牌 打开名创优品的百度百科 简介里赫然写着 由中国青年企业家叶伯父先生 和日本青年设计师三宅顺也先生 于2013年创办 叶伯父何许人也 中国十元店之王 开店狂魔 少女之勇 把资本主义倒过来理论的先行者 2001年 叶伯父还在佛山开小化妆品店 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但他的野心可不至于做个小老板 当时广州流行十元店 上下九步行街 附近每家十元店都人满为患 叶伯父敏锐地嗅到了趋势 在自家小化妆品店基础上 创立了视频店品牌 艾芽芽 艾芽芽采用了十元店的形式 主打女生高频次 大量购买的小饰品 大受欢迎 一度开到3000家加盟店 而且还请过SHE和林佑佳代言 在各大卫视做广告 场面热闹无比 大家看到画风 和如今的名创优品比 一个是视觉系 一个是实草系 确实不自卖的有点大 如今这些都是叶伯父的黑历史 在叶伯父自己的百度百科里 这段经历被一笔带过 视频店热闹归热闹 但是价格低 毛利低 赚不了几个钱 3000家店又如何 还是装不下叶老板的财富梦想 我的人生最少 最起码最少有男家上市公司了 叶伯父决定将十元店的生意做高端 怎么高端 走日系极简风 十元店这个东西 本身就具有日本基因 概念来自70年代 由日本大创所创建的百元店 100余元 差不多是当时日本市场商 最低单品零售价 十元店的精髓 也就是用一个接近定价底线的价格 打造的杂货店 2010年代初 日式极简审美在中国开始大行其道 叶伯父盯上了日式审美的代表 优衣库和无印良品 就决定胜云了 于是他在日本注册了公司 在AIA的基础上 创立了名创优品 后来有人调侃 名创优品就是山家的大创的名字 加优衣库的logo 加无印良品的陈设 叶伯父坚称 名创优品在日本注册 在日本有店 在日本有公司 他就是一个日本企业 叶老板可能不知道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像李逵 说话像李逵 走起路来像李逵 那么这个人多半是李鬼 比较好笑的是 为了增加自己品牌的日系属性 叶伯父还请了一个设计师 作为联合创始人 这个设计师名字叫三宅顺野 三宅是三宅一生的三宅 顺野 中亚 是渡边纯迷的中亚 学历是毕业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 和高田贤三 山本耀司 以及他名字里的两个人 毕业于同一个学校 我希望叶国父不要去偶像行业 不然包装个一洋一帆出来 估计要被饭券追杀 然后这位三宅顺野先生的 百度百科上介绍是 以简约 自然 复制感的 回归本真设计风格 成为日本自然的生活派的 新代表人物 并成为多个国际时尚品牌 签约设计师 听名声应该名满十一区了 但是看了下经历 发现此人在加入 名创优品前的人生 好像不存在一样 和叶国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混口翻识 说出来都是类 看到这里我只想知道 三宅老师家乡的Sakura开了吗 做了一次假日本人还不够 名创优品还想做精神北欧人 而且这次他们直接 抄了另一个假洋品牌 也就是做了个假假洋品牌 套娃的力量超乎你的想象 2017年 Nomi 诺米在广州创立 打出了瑞典独立设计师的概念 号称设计总部位于瑞典首都 斯德格尔摩 主打北欧设计 人称低配一家 不过这家公司还算有底线 至少没有大张旗鼓地说 自己就是北欧品牌 但名创优品就不一样了 第二年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名叫 Nomi的品牌 店面像素级复刻前者 logo也只是稍作修改就出街了 就连介绍都没赶 瑞典独立设计师品牌 然后双方开始了 慢无止境的口水战 至今没有结果 关于这件事 新周刊是这么评价的 我们知道他们在抄袭 他们也知道自己在抄袭 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抄袭 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 知道他们抄袭 但是他们依然在抄袭 你知道吗 弹幕打个知道 还一还 叶老板这个离鬼当久了 果然上瘾了 打造一个假洋品牌 主要有三种玩法 第一种最基础 也最容易被拆穿 就是公司境内注册 运营 研发 生产 销售 都在国内 地地道道的国货 取个洋名字 暗示自己是洋货 比如元气森林 韩后等 第二种就是名创优品这样 中国创始人 海外注册一个空壳公司 产品模仿外国产品 但运营 研发 生产 销售 还释放在国内 同样操作的 还有结石帮 完美等等 第三种最为凶残 找一个对国内市场 毫无兴趣的海外品牌 成为这个品牌 在中国的全权代理 然后你就可以像南极人一样贴牌了 其中最有名的 当属花花公子 Playboy 花花公子其实是一本 由修海福娜 在1953年创立的男性杂志 思想还比较纯洁的同学们 可能不太清楚 这本杂志是干什么的 简单说 它就是一本格调高一点 尺度大很多的男人装 以高品味 享乐主义的基调 以及各种大尺度的裸女照片 文明全球 这本高端色情杂志 推出的第一期 主打的就是 《玛丽莲梦露》的半裸照 而创始人生前就买下了 《玛丽莲梦露墓地旁边的一块墓地》 死后就葬在那里 咳 又来挖坑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 本期视频点赞超过5万 我会专门考虑 做一期修海福娜的人物故事 聊聊这位靠男人欲望发财的富豪 所以在美国 如果你穿一件 印着花花公子logo的Polo衫 走在街上绝对效果拔裙 那些穿P站文化衫的小朋友们 估计都会对你领理膜拜 OG 绝对的OG 除了杂志 花花公子还涉猎酒店业和模特业 也开赌场 但就是不做服装 那么国内这么多 印着花花公子logo的衣服 都是假货吗 不 恰恰相反 这些都是有授权的正品服装 早在1986年 花花公子就开始在中国申请注册商标 手上一共堆积了350件商标 主要是花花公子 Playboy和兔头图形居多 申请下来这么多商标 花花公子反手就把商标授权给中国代理 让他们全权负责产品的产销 自己只需要坐在收钱就好 也就是说 中国市场上的花花公子 光有一个扬名 却是贴着外国商标的纯正国货 离离时间线 花花公子的卖标生意布局 比横元祥还要早 美国南极人西半球贴标狂魔 爱了爱了 和花花公子类似 菲利普也是个卖扬镳大户 这几年 菲利普母公司专注于拯救人类 全面布局健康医疗 也没有心思操持其他家电业务 但多年来在海外市场 积累下来的名气和口碑 还是得找个办法变现 那就贴牌呗 早在2010年 菲利普就把彩电业务 出售给中国本土企业 冠结科技集团 熟悉硬件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家公司以代工起家 主页制造显示器 冠结买到了菲利普的品牌后 挽起了洋品牌本土价 充销量的打法 界面新闻在报道中统计 2016年 中国采电市场的均价 国外品牌为5169元 国内品牌为3077元 菲利普只有2466元 不到国外品牌的一半 只有国内品牌的8折 加上电商渠道的加持 不明所以的消费者 看到菲利普 以为是国际大牌 还卖得这么便宜 哭着喊着就下单了 到了2013年 菲利普母公司 已经把所有的消费电子业务 下单的机都杀完了 菲利普又开始琢磨骚操作 你看已有的业务都卖出去了 还可以卖没做过的业务 南极人做内移的 都可以卖足浴盆 我们做电子产品的 卖家电的授权 合情合理 于是在2019年 从来不做白家电的菲利普 突然开始卖起了空调 贴着菲利普的标 却是授权给了一家南京公司 而且还找来了海信生产 还是老歌唱的好 贾洋品牌太多 也偶尔会有贾洋品牌 成功完成移民 成为真洋品牌 国企知名运动防护品牌 杰师邦就是如此 这个品牌由武汉仁服医药创立 从1998年开始上市销售 至今已经服务了两代人 杰师邦2002年开启了全球化战略 成立了杰师邦英国全球有限公司 GIS邦UK 然后杰师邦开始秀操作 明着说自己是英国品牌 那肯定是违反广告法的 于是杰师邦将所有产品 外包装上都标上 由JIS邦UK Global Company Limited 授权 生产商为Shortex Limited 泰国 相当于暗戳戳地告诉你 我们是英国品牌哦 国内的母公司摇身一变 成了杰师邦英国的授权经销商 况且杰师邦杰师邦 听者是不是很像James Bond James Bond 作为英国国民电影IP 007莫名其妙多了个 武汉远方小表弟 也不知道邦德该做何表情 总之 杰师邦中国才是爹 却强行管子公司叫爸爸 堪称资本扭曲下的人伦惨剧 随着品牌国内市场份额越来越高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 杰师邦假洋品牌的真面目 2010年 两位职业打假人 王海和徐大江 将杰师邦告上法庭 控诉杰师邦虚假宣传 他们的论点是 这家英国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 注册资本只有一千英镑 只有两名中国股东 且纳税记录为零 杰师邦此时露出了无辜的表情 我们就是开个英国公司 方便给全球人民下套 换却我们也没说我们是羊牌子 而且更秀的是 在被告之前 杰师邦早就已经因为财务问题 把70%的股份 卖给了全球最大隔绝性 卫生防护用品企业 澳大利亚安斯尔公司 成功移民 从假羊品牌 变成了真羊品牌 而且英联邦的公司 勉强凑一下 也能算是个英国血统 这波操作够秀吧 还没完 2017年也就是卖生10年后 仁服医药又把杰师邦 从澳大利亚人手里买了回来 反手就开始打 国货杰师邦的情怀牌 还是做套套的会玩套路 在我看来 假羊品牌是资本主导下的 一种文化现象 后发国家会对经济上 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 产生文化上的认同和信赖 这是自然的文化现象 而因为品牌具有 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属性 所以在品牌层面上 这样的认同感会更强 这不仅是中国的现象 世界各国都存在 美国的上流阶层 会努力把自己的审美 向欧洲靠落 日本人更夸张 他们对欧美奢侈品的崇拜 到了无意复加的程度 80年代 整个夏威夷的奢侈品营售业 几乎都是日本人撑起来 不少年轻女性 不惜出卖肉体 也要买一个LV包包 因为没有LV的女性 在日本社交圈根本无法立足 另一种文化现象 则是母语羞耻 在非母语的语言环境里 使用母语表达 会让人产生异常的尴尬感 例如将外文歌 直接翻译为中文来唱 虽然都是通俗易懂的表达 但外文却会让人似乎更加舒服 品牌也是一样 在高端消费品 奢侈品等领域 人们习惯地由外来品牌 主导这个市场 那么一旦出现国语化的表达 便会觉得不适 比如我高中的时候 最爱的孩子是 杰克·琼斯 Jack & Jones 现在一看 这不就是俩最常见的人名吗 放到中国就是 张伟和王涛 但要是一个品牌叫伟和涛 那可就一点高端感都没有了 英伦富二 日系设计 美式工业风 北欧极简 这些名字背后 是国外品牌在讲故事这件事上 已经付出了上百年的努力 逆转百年的文化视差 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所以我其实还挺理解 这些做假洋品牌的中国企业 做品牌本就不易 要塑造一个中高端品牌 就更难了 起个洋名 抄个劲道 也算是变相攫取 欧美文化红利 如今在品牌营销中 中国叙事也开始成为一种手段 新国货 故宫设计 中式审美 这些概念越来越多被提到 在中国经济逐渐崛起的大背景下 如果还有足够多的品牌 持续不断地讲中国故事 那未来 说不定也会有外国品牌 印着中文logo 起一个中文名 假装高端中国品牌 卖给自己同胞 当然 我更期待的 还是什么时候 中国品牌在砖头上印俩汉字 就能变成潮流单品 卖出天甲 让全世界人民直呼 看不懂吧 那是真有那么魔幻的一天 我会非常乐意 把这个视频翻译成英语 给外国人民科普一下 馆长 你这又是何苦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